當我走進這種市 他的眼神是發亮的 他會看著我很期待要上課的樣子 我覺得那個是每個老師都夢寐以求我 可是實際上我們看到普遍在國中的交絕現場 孩子呢或許是因為有會考的請呼咒的存在 所以我覺得學習動機越來越削弱 當孩子他面對的這樣子大量的質疑練習的時候 不是每個孩子都擅長 那孩子挫折了 自然而然我覺得不擅長在考試這個部分的孩子 他的動機就會慢慢的削弱 到最後放棄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工業區 這邊的工廠聘僱了非常多的移工 那以前呢孩子們講到移工 我覺得難免會有一些不那麼禮貌的言語 透過DFC的課程 孩子們去做街坊設計問卷 那透過這樣子的面對面的互動 那孩子就可以理解說 其實換成是你 你不見得有勇氣 資深到國外去闖蕩 對我們的土隊老師他發現 學生的專注力提升了 那課堂的參與度也提高了 同時呢讓學生相信他做得到 那提升自信 回頭其實是可以反映在他的學習表現上的 一個沒有自信的孩子 我相信他也很難去深圖學習動機 我期待的教育未來是 孩子樂在學習 每個孩子都有公平的參與機會 找到自己的舞台讓自己發光